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赢过在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我国的专业棋手 陈祖德还有很多比较优秀的成绩吧 我在这也不一介绍了 大家可能知道比我说的还要多吧 我跟陈祖德也是老对手了 他是比我年纪大八岁 但是在棋的这个备份上来说呢 就近乎于是我的老师 所以呢 在我当年学棋的阶段呢 也得到过陈祖德那个 请囊相助吧 把他知道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都交汇过给我 这样呢 我跟他在比赛中呢 就成了 虽然他教过我 但后来也成为对手 实际上陈祖德在中国的这个霸主地位就是被我打败的 所以呢 我以后在 多年以后再跟陈祖德比赛的时候呢 不管怎么说 总是有一种 别有一番滋味吧 因为坐在对面的对手 就当年被我从那个大主的地位上 等于打下去的 我相信陈祖德碰到我的时候呢 也一定会 这个 全力以赴 因为我 对他可能是在围棋上的打击不小 刺激也不小 所以呢 我们俩比 任何一次比赛呢 棋都下得很激烈 也很有趣 这次天原赛呢 也不例外 在陈祖德这个 重新复出又下 比赛的时候呢 很快 我们就在天原赛里碰上了 我跟陈祖德比赛也很奇怪 我绝大多数都是拿白棋 很少拿黑棋 这盘棋呢 又是这样 我又拿白棋 布局阶段呢 因为 就是我跟陈祖德的布局 一般都比较这个 很 很少 几乎很早就进入中盘战 这盘棋呢 也是 你看很多地方都空着的时候 这边已经密码码 已经进入中盘战了 我们下面呢 我就跟刘宏一起呢 把这个中盘以后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呢 刚刚黑棋大飞 白棋的先手利用两下之后 如何 对付黑棋这个大模样 是白棋的课题 简单的呢 就这边 打入 或者说 这边 争取活一块 刘宏你看 这个简单的活 是不是 这个 或者这个 通常可能是这个 拖一个 拖一个 黑棋可能也许 不给白棋活 也许你就让它 这两个选择一下 都可以 目前这个形势可能不让活好一点 把他赶出去 借着 攻他 把自己的弱棋楼连上 那现在为止呢 黑棋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上方还有一些 实地 白棋呢 就是 这儿有一点点 这儿有一点点 然后还有这边的 一切 这个棋如果 黑棋都很厚的话 这个里头是有毛病的 随便 都可以打入 但是如果 黑棋中央 被白棋 攻击的话 那么这边就 自然而然的 都成空 应该这样讲 这个棋如果 都成空的话 可能还是 黑棋的形势 比较危机吧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 过大 还可以打入 那这边呢 这个如果 一借着攻他 就能这个什么 成空的话 那这块空 还是实在 经过这样的 思考之后呢 我就是没有 采取在这儿活 因为在这儿活呢 骑比较薄 比较被动 当然也可以下 可是 没有这个直接 下得主动一些好 我结果是 大鱼还靠鱼 这个很有趣 这个就是 两边同行 走中央 这是围棋中的 这个 术 术语吧 如果 黑棋退 那么 把戏搬出来 黑棋就不太好搬 是不是 它搬出来 风不住 因为它想这样 一样走的话 头长出来 这个头长出来 太厉害了 这个地方 它断的话 是这一长 它不能 不能顶住 顶住这段 真子不立 所以这个 黑棋 这个 骑情不好 骑情不好 现在 陈祖的这个 主要的特点就是 力量大 计算准确 所以我 那白棋当然要搬出来 如果这个 不搬出来的话 那么这两个交换吃亏了 现在白棋 搬出来 黑棋当然是 断 这个断了之后呢 没有 很好的手段的话 这个就吃亏了 现在白棋 点 黑棋 葱 白棋搬 黑棋再接着 白棋贴 现在呢 如果黑棋搬 那么 就让白棋搬 搬这个的话 黑棋就一搬 白棋就一搬 那么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全部壮烈 是不是啊 壮烈牺牲了 就没办法 毫不出去了 那么要不要逃出去 只能走这个 你也注意没有 这个棋型也非常苦啊 这被白棋这么一冲出来 就一分为二 说明这个地方的作战呢 黑棋 就是 应该说是 白棋成功了 黑棋就不太成功 白棋冲出来 黑棋长 这就是我重的很 白棋实弹是跳 其实管出来也很好 实弹是跳 黑棋尖 不管 黑棋呢 嗯 白棋长 黑棋虎 黑鞋毀 把這個藏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藏這個嗎? 就是這個要借勁 借勁走才行 如果翻這麼一跳的話 黑鞋就或者吃一個什麼 沒意思 或者說是這樣連回鞋的 白鞋都沒什麼意思 現在這樣怎麼呢? 要希望黑鞋做這個 然後白鞋整個 白鞋把這個搬給我 這個還先受打吃 這個還要攻他 外黑鞋這個行水自然而然都沒有了 當然黑鞋不會這麼聽話 黑鞋要跳出來 白鞋也跟著搭出來 黑鞋接住 為什麼接呢? 就是因為白鞋有這個先手之後 這邊出來太厲害了 他這個真先手 如果走這個的話 白鞋一出來黑鞋就是完了 這個是先 他沒法走 只要這個落後手 這兩塊就分開 連這個都不要死 所以他在蒸鞋上 接 硬 上 讓他趕緊蒸鞋上去 不然的話 就 這個一旦被白鞋飛出來 這塊就一點活力都沒有了 那現在白鞋呢? 可以走這個 黑鞋需要跳出來 這個要跳 反正一搬就要死了 或者一肩出來也要死了 黑鞋跳出來 白鞋搬上去 黑鞋跳 白鞋接 黑鞋爽了 那白鞋先手就把黑鞋的邊給破了 是吧? 這已經 雖然這兩個在死了 但是先生把它破了 又回過頭來 長 繼續攻這個 這白鞋的調子絕好 這個行鞋的方向和鞋式進行都非常的好 這個地方呢 黑鞋是有一個斷點 斷白鞋啊 如果白鞋底下什麼都沒有的話 沒有眼什麼都沒有 將來它可能會走這個 白鞋還不是說肯定的 就完全安定了 你頂它斷了 你頂那個它也斷了 你衝它擋住 你頓吃的時候它就吃下去 把這根吃的那個兩個切 這是有薄餅的 所以這個藏起來還是有必要的 那麼有了這個就沒關係了 底下有鹽 黑鞋需要做活 然後這塊你看 從南到北 還除了這兒有鹽以外 其他地方還沒有鹽 需要那個做出兩個鹽來 你注意到沒有 白鞋這地方也有個斷點 是吧 所以白鞋還不能非常那個 完全的進入那個放鬆狀態 是因為自己還有一定的毛病 現在呢 呃 黑鞋 做這個 做這個你看出來沒有 這個威脅的白鞋 嗯 白鞋 白鞋 黑鞋長 白鞋貼 那麼現在 如果黑鞋站在這兒走的話 一旦在這兒走的話 一旦在這兒走的話 那麼白鞋就要從這兒活著轉 黑鞋這個 是不是 還是有相當的問題的 嗯 那麼這些黑鞋不單走 做活 這樣黑鞋不但活在這兒 圍住一定的 有一個小寶櫃圍住了一定的地盤 黑鞋作戰也是相當出色的 成都的力量呢 能在這地方都能充分的體現 是有力量 再去踢上來 黑鞋應該藏略 你說的對 鞋應該藏略 藏略這裡頭還有毛綠 它打下去了 這個打 這時候是最後的半招吧 就是白鞋回來黑的 就輸給白鞋 如果退在這兒呢 可能還會有機會 因為這樣你活了 這裡頭還有機會打入 這樣一來 就沒有了 白鞋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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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吃 白鞋搬 你去到場 否則一打吃一壓 先說把這個打吃了 那麼 這樣呢 這個鏡頭現在看著就不能打入了 而且這個 由於有這個的關鍵 這個氣不能隨便撞 重要的是白鞋爭得先手 把黑鞋搬 鏡頭 給它破掉 黑鞋 搬 搬換 來去做 黑鞋比較難下 誰 打碎 對 來去搶 黑鞋打 來去搶 然後 黑鞋現在 如果跑的話 白鞋就這麼衝過了 因為它擋不住 衝過來之後 那麼這一串 就有死人的危險 所以黑鞋不敢從這兒走了 如果越走越被白鞋借勁 那麼就吃對了 以求一手安定吧 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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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白鞋在這兒先手走掉 這麼三個子 就有更那個強烈的手段了 衝 只好打 是吧 這樣黑鞋 就出了大問題了 你看看 你看看 第一個啊 這個一吃 一嘗 一瓦 回家了 回家了 就是說這個打吃呢 或者這個打吃呢 都不行 第二個呢 你如果走別的 它一吃 你貼 貼死了 走這兒就頂死 走這兒去吃 關門吃 那也就是說 如果走這個 那麼它一吃 接上 它一搭 扎拐吃 它接住 就不能衝了 如果一衝 它一搭 就又一起吃了 那麼它就從這兒來 生氣 它接住 生氣 隨便 怎麼一走 這提三個不活 活了恐怕也要輸 更何況不活 所以這個棋 黑棋已經在一段的時候呢 可以說遭到白棋的這個 這個像那個拳擊比賽一樣 這個這個不管是什麼組合拳 勾拳還是擺拳 最後是致命的拳 一下就打卡在那地方 可能是最後數十下爬不起來的時候了 這個一段 實際上的結果 黑棋就草草的這麼 弄了一下 黑棋並臉 來接吃 沒有長 長就往上接這個 來接提 黑棋搬 來接打 黑棋虎 來接吃 黑棋 黑棋一接 好像呢 黑棋處理得很精妙 連回來了 並且把白棋也關在裡頭了 但這白棋呢 有這個 妙手 一湊 黑棋不敢要 你看啊 假如是黑棋接上 白棋頂 黑棋只能拌 對 只能拌 只此一手 對 黑棋吃 白棋立 黑棋接 現在白棋呢 衝下來 他衝下來 打下來 叫吃 立下來 這個膽呢 倒是把這塊吃死了 但這邊呢也損失很大 就是這塊黑棋是死了 但是這邊的白棋也都死了 那麼剛才精妙了半天 走了好多廟棋 結果都死了的話 對於白棋來說也是 不愉快的事情 但這裡有個廟棋 不知道你看見沒有 現在有個廟棋 白棋有個廟棋 這個直接衝下來是不行的 加這個 對了 高了 加這個是廟棋 你要普通吃這個的話 它一拐真是恰眼 你現在加這個 它不能接 所以 它接的話一叫吃 衝下來就把它吃了 那麼它也就說 它撐走這個 那麼 一叫吃 它一提 那隨便走一個就活了 是這樣吧 所以這個 實戰就是這麼下 由於這個加 黑棋就 就是在這一段子作戰呢 就是以白棋的成功 白棋的勝利 以黑棋的失敗告動了 就是主要的功勞 就在這個一家 就像剛才你說的 一家 好像這個重拳 出來之後 黑棋打不住了 那麼這盤棋呢 就以白棋的中盤勝告終了 那麼 官子已經沒有什麼 收到 黑棋的空已經肯定不夠了 那麼這盤棋我們就向大家介紹到這裡 就像這個已經成功了 我們在拍攝 我們可以拍攝 我們去拍攝 拍攝 我們來拍攝